今天是2023年11月21日 大家都應該看到版主這幾天就不能出片 版主明天即11月22日就會飛去台灣 這幾天都在執行李 工作上也有交接的安排 所以本身這個星期其實都不打算出片 只不過今天真的看到有一宗新聞 覺得很好笑 不出片不行 說的是哪一宗呢 就是說的士業界和政府開完會之後 決定說要罷工 但是因為場地的問題 最後罷工罷不成 首先大家可能聽到的士罷工 就是所謂的士業界罷工 就經常都聽的 但是為什麼的士罷工版主會覺得搞笑呢 又或者這樣說 罷工不成的理由是什麼呢 這個理由其實又合不合理呢 再者的士罷工其實又想爭取什麼 爭取的東西香港市民又覺得合理與不合理 又或者應該這樣說 他們的訴求是屬於合理還是不合理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就在臨飛之前都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在看這條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版主的頻道 未訂閱的就訂閱一個 訂閱了的話呢 就給個Like和Share版主的影片出去 支持一下版主的製作 如果不是的話呢 版主將來出的影片呢 不單止會沒有人看 甚至將來在Youtube都會搜尋不到的了 那首先呢 今天大家看新聞的時候 都應該會看到一單新聞 就是的士業界今天就和政府開會 就不滿政府沒有取替白牌車 那什麼是白牌車呢 即是沒有向政府拿牌 但又在做在下生意的車輛 那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身上 那他們就很明顯是在Uber 那他們在和政府會面 沒有實際的結果之後呢 就決定罷工 就說呢 會在11月22日 即明天的時候 早上11點到下午2點的時間 就以不開工的方式進行罷工 之後他們就決定 將的士停泊在大埔林村許願樹旁邊的停車場 屆時就會有超過500的士報名參與 那根據傳媒所報導的資料 其中與會的香港無線電的士聯會 主席黃雨亭就表示 就說今次的罷工 就不希望擾亂社會的秩序 因此就選擇非繁忙時間罷工 就不要影響到市民 他又說呢 業界其實呢 就非常之願意陪入警方執法 提供白牌車的資料 方便警方採取行動 他更加指出 如果局方在一個星期之內 都未有大規模的執法 就不排除會有更大規模的罷工行動 同時間 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就表示 白牌車的問題 就已經困擾了業界很多年 對會面的結果感到失望 又形容這個行動 其實就不是想要脅政府 是希望政府能夠審視業界的情況 平衡業界的生態 並和業界作出定期的溝通 那好啦 這件事呢 今天下午就越炒越烈 的士工會那邊 個世都是宜郎似虎 世在必行 那樣的 但突然之間 去到今晚 事情就180度峰回路轉 的士業界代表 發聲明 明天的罷工 就會取消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原來 大埔林村許願樹 那個地主 就拒絕借出那塊土地 讓他停泊幾百架的士 那個理由呢 都擺明是打他們一巴掌的了 就說 喂 你這個罷工行動 這樣的集結 你有沒有跟警方 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啊? 沒有啊 嚴格上來說 你這個是非法集結來的 我沒有理由借場地 被人搞非法集結的 我不想背上身 所以我就不會借出地 不得不佩服呢 這個聲明 就真的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了 那版主看完整個新聞之後 就覺得這一單根本就不是一單新聞 嚴格上來說 這一單根本就是一單笑話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現在版主呢 就逐個逐個Point 跟大家解釋 首先呢 如果你作為的士業界 你要罷工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跟別人交代的 你只要那天你不開工 嚴格上來說 你就已經在罷工了 現在的士業界代表呢 就打算租個場 放一塊地 就把的士丟掉在那裏 那就告訴人 那現在幾百架的士行在那裏 全部不開工 你看我們呢 多同心 多合力 但實際上 撇除了這種俗稱是曬馬的行為 其實的士業界的人士要罷工呢 就很簡單的 3個小時也好 6個小時也好 甚至9個小時也好 你就叫那間的士司機 不要開車 不要接客 全部蓋旗 再不是的 找一條非主要的鋼道 或者公路 整條車籠出來 慢洗遊行 其實呢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叫的士司機 如果只是不開車 不接客 就這樣用不接客的方式罷工呢 他們又可能會覺得 可能不夠看頭 不夠厲害 又或者 叫他們找一條非主要的鋼道 或者公路 在這裡慢洗抗議 他又怕浪費 那所以 最後要想著 找一塊超大的地 把車放在這裡 做一些曬馬行為 才算是罷工 但是 地又租不成 就立即叫取消嗎 坦白說 在版主角度 租不到一塊地 是不是就取消罷工呢 其實罷工真的有很多辦法 視乎你們肯不肯做 肯不肯走 所以 在版主的個人角度 其實呢 版主就覺得 他們根本就不想罷工 只不過呢 談判破裂 喂 怎樣都要找些東西說的 不是說談判過裂 繼續開工 好像很沒面子 那可以怎樣做啊 啊 對外宣稱罷工 看看外界的反應怎樣 啊 外界反應一般 那算了 找個理由都是不罷工 繼續開工算了 那當然啦 的士業界都知道 他們這樣就會被人挑戰的 那所以呢 在晚上的時候呢 他們又再發了一個聲明 就說呢 其實這個業界的罷工取消呢 就是因為時間緊迫 又經過權衡輕重之後才決定取消 又說呢 其實呢 政府都有釋出善意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搞那麼多事了 那首先呢 政府有沒有釋出善意呢 就你們個人的衡量啦 那但是 時間緊迫啊 經過權衡輕重之後 取消罷工呢 這些說話其實就一定說不通的 因為實際上呢 的士業界醞釀罷工呢 就不是今天的事 還在三四個月之前呢 其實他們就已經宣稱和政府談判破裂 就說要罷工的了 只不過呢 當時政府就說 喂 我們搞夜繽紛喔 如果你們呢 沒有了的士的話 我真是倒閉的喔 那時候呢 的士業界才是取消罷工的 那但是 版主想強調的呢 其實他們這個決定 就不是說闖絕啊 緊迫啊 其實早幾個月之前呢 他們已經決定了了 喂 有幾個月時間 給你怎樣去計劃罷工 你都計劃不點 那你們真的好不行啊 另外說回來 今次你們的罷工目的呢 就是叫政府打擊呢 和取替那些所謂叫白牌車 那在香港呢 白牌車最大的機構 但呢 大家又有沒有想過 你們的士業界想打擊Uber 喂 你有些的士司機 都自己走去駕Uber taxi 說什麼呢 更何況 也是版主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 喂 我們寧願坐白牌車都不坐你 是什麼原因啊 是因為現在你們的士業界的服務參差 版主在做上一條片 即是說大集蟹那條片的時候 都說過了 我們現在不想消費 不想吃大集蟹 不是純粹因為不想便宜 或者大集蟹便宜 而是因為香港的食肆服務質素實是太差 食物的品質呢 也都保持不到 所以香港人呢 消損是不想的 版主最後呢 也都有補充 就算我不想消費 也都不代表呢 我一定會光顧香港的食肆 其實現在的香港市民 選擇Uber 而不選擇普通的的士 情況和理據 就是那些人不想消費 不光顧香港的食肆 是一模一樣的 那好啦 面對著這些質素參差 亂禁收費 甚至黑的指控 你們的事業界又怎樣 只是個別例子 那即是怎樣 嚴之旗賺不到錢 拒載 那些又是個別事件 蘭桂坊 車的網紅 回到中環那間酒店 收200元 又是個別例子 在蘭桂坊 接客行行地 要加50 甚至加150 200元 全部都是個別例子 然後早幾天 香港01賣光 灣仔會展上車 車回那個人 去灣仔 收150元 那些全部都是個別例子 即是怎樣 全部做得差的那些 都是個別例子 你們的事業界 就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說出來 人不笑 狗都廢了 所以說到最後 版主也是那句 與其你有時間在怨天猶人 就說別人搶你生意 倒不如你自己去反思一下 為什麼你的生意 那麼容易被人搶走過 錢和選擇權 從來都是在消費者身上的 試想像一下 香港市民 情願冒絕被人拘捕的風險 都要去坐白牌車 都不坐你的的士 那你自己想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不坐的士 原因在哪裡呢 希望的士業界的代表 就可以認真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好啦 版主今天的討論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對的士罷工 還有又罷不成這件事 怎麼看呢 又或者大家對香港市民 情願坐白牌車都不坐的士 又有什麼意見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